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在下業務的頻道 今天來打這個超土佛的水系五星 那隻狗的感覺 打法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是兩個人比較穩定 是用這個破盾的裝備輪流破 破盾之後就不會放毒 主要輸出就是毒那招 所以我們要開盾避掉 一陣子就會有兩招 一招就是衝過來 那招就不會放毒 另外一招就是會吵氣 吵一陣子才衝過來 那招就一定會放毒 所以我們就避掉它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找兩個穩定者 就是拿長槍的裝備 幫全體回血 也幫大家回血 來撐過傷害 如果有新的那套 長槍的話 它踩一下會有很多心心 所以會到 如果有那一套 就一把成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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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招數都可以輕鬆地擋 我自己也有試過 打剩三分一血 然後我自己一個用長槍打贏它 可以滿血的 如果你是用這些招數的話 因為你只需要避免 它就 靠長槍的反射就可以了 如果用長槍的話 其他人就做不出 那個長槍呢 就是做一個 如果你打到這隻狼的時候 現在有人破盾 沒有一個盾 可以放毒 放毒這招 撞到第一下之後 我們開技就可以給過了 然後其他招呢 就隨便你用 有人破盾 就好打很多 那如果不破盾 就可以 就一定要是長槍來 然後用技能被毒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 有人用強的手套 出一個 技能去 硬打過 但是如果用這個方法 就可能需要食石了 那現在這裡就不用 就過了 就因為有人用破盾 就可以零石通關 那這隻 大哥 他的血量 就不算高 所以其實 方法對的話 可以打得很快 而且 這次 容易掉了很多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了 那這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 謝謝收看 下集問的頻道 我會定時更新 還有介紹 最好玩的遊戲給大家 偶爾我會拍下 現在流行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看 最新的遊戲 或者現在流行的什麼 記得按下面的訂閱 和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隨時緊貼我的最新資訊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了 我們下集再見